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表示 他將會任命一名特別調查員決定是否應對中國干預加拿大選舉的報導進行公開調查 杜魯多表示 在緊接下來的幾天中 我們將會任命一位知名的加拿大人擔任獨立特別報告員 他將擁有講法的授權 就保護以及增強加拿大人對我們民主的信心提出專家建議 在緊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內 獨立特別報告員將會負責通知國家安全及情報審查局 以及國會國家安全及情報委員會的工作 以及任何其他現有流程 例如加拿大選舉委員會的工作流程 並找出我們制度裏任何漏洞 獨立特別報告員將會提出公開建議 當中可能包括提議舉行正式調查 或其他一些獨立審查的程序 杜魯多還要求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審查 有關此事的機密訊息 據加拿大環球郵報上個月報道說 中國努力在2021年的大選當中擊敗被認為 是對北京不友好的保守黨政界人士 該報道引用了身份不明的情報消息來源 反對黨一直要求對有關的情況進行全面的公開調查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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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a